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脸的形状还是不太一样的 脸很小很小 而且有一点点的方 但是它这个contour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那个脸还没有修容 但是脸修容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所以我会试着去recreate 去重新创造它那个修容的感觉 还有一点大家就要注意的是 其实Audrey Hepburn她自己的look 她自己的这个形象 在不同的年代也有变化 我们看到很多像她在罗马夏日啊 什么这些电影里面的形象 都是居于美国五十年代那种 就是很粗很粗的眉毛那样的形象 然后到了六十年代 小黑裙子的形象那个时候 她的形象稍微有点变了 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眉毛超级无敌黑 那今天画眉毛呢 我会用Anazazia Beverly Hills的眉膏 和它这个专属的这个眉刷来画 那之前呢我先用爱丽小屋的眉笔 画一个base 画一个基本 她后来阶段的眉毛呢就没有那么粗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 还是要把它画的夸张一点 尽量回到五十年代Audrey的那个风格 好我们用眉笔画出了一个基本眉型以后 现在我们就要用眉膏 记住眉膏弄的时候一定要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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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一定不能太重 太重的话它就会整个糊掉了 没法画了 可以在手上先擀擀擀 接下来呢我们再用遮瑕把这个眉毛弄干净 也顺便给眼皮涂一层 眼影涂得会比较匀 这边一样 好现在眉毛画好了 大家可能觉得哇好夸张好粗的眉毛 但是Audrey的眉毛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画完了再来judge我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画最重要的眼睛的部分 那首先呢要给眼睛打一个base打一个底 我用这个刷子 换一点头 用这个Anastasia Contour Kit 先选一个非常非常贝的颜色 这个 全部刷上去 其实就是为了待会儿画别的眼影的时候会比较匀 然后挑一个扁头的刷子 用这种颜色 画一个跟Audrey一样的那种深眼窝 所以要涂在上面 不要涂在眼皮上 然后再用扁平一点刷子 用比较浅的颜色 用比较浅的颜色 搭在底下 然后呢再取一点修容膏 把眼皮浓液墨这边不颜色 因为小颜色 Trip 我让 сиг、小颜色 用足楼打声 我 capitalize 这种blending blush 把它涂匀 化妆很怕一层一层的 眼眼就是匀了就会好看 而这个眼线都是很粗向上挑的 而且前面很细 可能大家觉得今天的妆画的好夸张 但是今天我们不怕夸张 我们今天就是cosplay 叫Audrey的眼影就画好了 下一步我们就要画下眼 下眼也是一样 我们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先给它打一个底 因为Audrey的眼睛比我要圆 所以我们要往下画一点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眼 Waterline底下有两条白线 所以我们要画上去 我们用遮瑕膏来画 接下来我们要来沾睫毛 非常重要的 非常浓密的Audrey Hepburn的睫毛 好现在我沾完睫毛 我要稍微bake一下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底妆的遮瑕能力 我觉得它差了一点 这样我们学到Audrey的深的这里 对不对很contoured 很高的颧骨就可以露出来 我们让它去bake一下 在bake的时候我们要去画嘴 那画嘴今天要给大家用的这款 是这个Marie Delger 玛丽在家的 这是个lip palette 里面这么多种颜色 所以有我们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的 我想今天的Audrey 她应该是有一点偏橘色 但是又有粉粉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颜色试一试 豆沙粉 还是稍微粉了一点 我们还要加一点橘色 我们先用我们这个BH Cosmetics这个lip liner 画一下整体的形状 按照她的嘴型画 相当变化 我刚说过这个颜色还不够橘 所以我会加一点点橘色上去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把脸上的这个散粉扫去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再进行一次contour 再进行一次修容 这次修容呢 当然要用粉状的东西修容 我刚才讲过了 鼻子的修容 再来一次 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我自己的鼻孔的这个shape 而且跟Audrey不是很一样 所以我大胆的试验一下 往她那个方向画一画 看看行不行 大概就是一感觉吧 我们知道Audrey她这个look 不是像美国很多女星一样 想像刚度假回来那么tent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她修一点绒 再一次用粉绣绒 还是这个呢 Saudie Barrel Hills 我是一边修容一边在看Audrey的脸 好的现在换完之后呢 我还要加睫毛膏 让眼睛变得睫毛更加的丰硕 最后呢我们还要加上blush加上腮红 今天blush给大家用的是这个too face 我新买的这个 随便要给大家用这个颜色 too face这款叫sweet peach glow 用中间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Audrey的时代呢 可能还没有很多的highlighter 没有高光 但是我也想打一点去塑造她那个 就是很高的颧骨啊 翘鼻子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用这一款高光 它很自然 然后我还会用Jeffree Star这款高光 它这个是princess cut这个颜色 注意这个打高光不要打得那么严重 它是一个很glowy很闪光的这种 我的脸当然没有女神怎么立体 所以我们要让它稍微立体一下 鼻梁上也是 我们打上一点 但是很小心 眼角也是 很小心一点点就够了 但是最后我们别人忘了用定妆喷雾把整个妆定住 好这个就是我欧欣绿穴一个上午画出的很像Audrey Hepburn 我们的澳大利贺本的这个妆容 现在呢我去整个换一套她的衣服 她在breakfast at tiffany里面的衣服 做一个她的头发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等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告诉我不好的话 也给我一些意见 看看我应该怎么样来改进 但是呢我觉得Audrey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她这个眉毛很难画 而且我本人的眼睛比较长 Audrey的眼睛是比较圆的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给大家弄了这个look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哦